接下來我們請黃委員國昌發言 謝謝主席 部長 昨天又一個被判刑14年半的貪污重刑犯跑掉了 前屏東車城鄉的鄉長林錫章 他現在人還在台灣嗎?還是已經逃亡出境了? 這個部分我要看檢察署還有警察機關他們所掌握 昨天這件事情媒體上披露部長應該有知道吧?應該有掌握嗎? 有 那你了解的結果呢?他們現在掌握的狀況是什麼? 他們還積極在棄捕當中 積極在棄捕當中?OK 什麼時候知道他跑掉的? 應該是傳喚不到以後 對 什麼時候? 詳細日期我看高檢署這邊有沒有資料 昨天屏東地檢署發了新聞稿 我看了我老實跟部長講 我非常驚訝 他發的新聞稿是說 3月26號他們就已經發布通緝了 結果昨天見出媒體是4月29號 那我就在想一個事情 3月26號屏東地檢署發布通緝 這件事情有誰知道? 應該有公布 應該有公布 我們現在有一個通緝的窗口 是 有公布 我說應該啦 如果照他們發布以後 這個是法務部通緝犯查緝系統 我之前齁 為了這些有權有勢 特別是貪污腐敗的重犯 一而再再而三 就跑掉 然後呢 我們的通緝也沒有公告 我一直要求法務部 要求警政署 要求調查局 要建立逃犯通緝系統嘛 法務部調查局也建立起來了 說針對這些貪腐的重犯 結果根本沒有啊 那這個可能 這個社會根本沒有人知道啊 在媒體發布以前 沒有人知道 一個已經 被判刑14年半的貪污重犯跑掉了 我當初設置這個公告系統 不就是希望能夠眾所都知 讓大家協助嗎 是 跑掉了一個多月 還沒有公告 有什麼特殊的考慮嗎 沒有特殊考慮 可能是執行上有落差啦 我之後會進一步來了解 來追究 就執行上有落差 就這樣輕輕帶過 我會追究 你會追究嘛 好 法務部的部分 法務部去追究 警政署也一樣啊 警政署也沒有更新啊 然後跑掉了一個多月 這個社會才知道 然後群情畫懶 基本的公平正義的底線 被摧毀殆盡 判了14年半 跑掉了 抓的回來嗎 我不知道 我相信部長也不知道 我們關心的這些人 這些都是一樣啊 不是貪污的重犯 侵害全體的納稅人 就是重大經濟犯罪 對 陳偉智 沒有足以 傷害廣大的投資大眾 通通通都跑了 台灣的刑事司法體系 我們要追求精緻的刑事司法 我很贊成啊 結果從偵查階段 審判階段 精緻的刑事司法 最後的結果是 國家的公平正義跟刑事刑法權 完全落空 完全落空 針對現行的防袍機制啊 部長 在現行法法規的制度下 你認為還有沒有什麼可以加強的 還是 已經重就一切的可能了 我們盡所能的在法規的修正上 來做彌補 那執行面上 真的我要 法規的修正面上喔 部長 該法務部的責任 我當然問法務部 該立法院的責任 立法委員就要承擔 防逃的機制 我們去年11月委員會完成審查了 結果整個法案冰在那邊 要冰多久 冰到這一屆的立委任期卸任 借期不連續 不用處理喔 要扣動修法 強化你們的防逃的機制 是我們立委責無旁貸的責任 結果這個法案委員會審完了 出委員會冰在那邊 這是在打假球嗎 這在做戲嗎 謝謝 謝謝